現在我們人在大阪發現了一間台灣料理 喂 阿銘 我們今天來到大阪 天氣非常冷 想要吃一點熱的 看有沒有炒的 或者是什麼 好料的是不是 是不是晚上也睡不著覺 那你一定要來試這一顆 石墨溪醫療級的枕頭 第一則留言有優惠價喔 在這裡就剛好看到有一間店 是寫台灣料理 今天就是要來體驗一下 日本的台灣料理 大概是什麼味道 叫下 中華飯 麻婆飯 天津飯 五目 五目什麼飯 五目麵 天津飯就是等於日本自創的中華料理 日本自創的中華料理 就是可能一個蛋上面加在飯上面 然後再勾結 這樣叫做天津飯 那我們直接進來囉 我看喔 我點一個 鹽拉麵 鹽味拉麵 再加一個麻婆飯 看等一下有什麼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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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點了一個鹽 鹽味拉麵 先喝一下湯看看味道怎麼樣 嗯 可以喔 然後麻婆飯 可是台灣的麻婆飯 應該都是紅色的吧 這個是咖啡色 有點像咖哩 他們點的這個是 豚骨拉麵 豚骨拉麵還有一塊焢肉 然後一樣麻婆飯 欸 850塊太便宜了吧 太爽了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麵加飯再加咖啡 才850塊 以後我來大阪都吃這間了 太遠了 走走 唉唷 真的冷了 出來就冷了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搭環狀線 JR環狀線 然後再到西九條 對不對 對我們要去西九條 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西九條 然後大家有看到 那裡有一個 For Universal City 就是環球影城 所以到環球影城就是在這邊 下車然後 換車 換車 不是 這一站就是下去就環球影城 那我們出了喜九條 那我們出了喜九條 這一號現在要轉板神電車 這邊直接進去 出來了出來了 這個站叫什麼 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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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就是法律的法 船舶法 反神電車 船法 欸 這一站好像真的很小 這個就是 因為它這邊再過去就是 比較靠近河邊 這邊的話就是 算是比較住宅區的地方 喔 真的是純住宅的感覺 這西邊 西邊比較少來 對 西邊的話就是這邊是紫花區 那這一區 哪一個紫 就是 紫地無銀三百兩的紫 紫花 花是花吃的花 花 對對對 菊花的花 菊花的花不是 不是一樣一粒嗎 是 齒花區 這邊有一朵花的那種意思 齒花區 那這邊齒花區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環球映城 環球映城 你看環球映城 你看環球映城 還有甚至說像未來的那個 萬博 萬博 孟州 對 會主要會在這一區 也就是因為 它是屬於人比較稀少的一塊 它比較大空間可以開發 對 但是如果說有車 其實這邊交這邊的地鐵 什麼還是會有 只是沒有像市中心這麼密集 那這種地方出租會好租嗎 租的話其實我比較不建議 我們還是會建議比較靠近市中心的地方 這邊大概都是家庭的客人 齁 家庭的客人比較多 剛剛我們從那個 船法站出來的以後 大概到我們要去的物件 要走多久 大概五分鐘吧 我看那個google map 是寫五百公尺 五百公尺而已 五百公尺而已 這麼近齁 那船法站其實它雖然是小站 但是它其實也算方便 它去 它這邊繼續直走就可以到神父 那往南的話 它可以直達南部 一直走到神父 然後往南就到南坡 那一直到南坡 這一條有地鐵線到南坡 啊!做JR 是嗎? 版神有到南坡 看到熟悉的 熟悉的logo 這個是一個超市的品牌 叫Live超市 對 如果說要買 當然 當然比較高級的還是什麼 青鐵百貨啊 那種什麼什麼 那些高到樓下 那個是比較高級的百貨 但是我們 如果說在大阪買的話 其實Live就算品牌還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 那個 浴出 浴出啦 浴出就是比較便宜 但是它的 賣的東西的檔次 就稍微比較划算一些 好好好 Live就會算是比較 中上的 中上 所以意思就是我們 現在要去看的房子 有Live超市了 有難 機能 好的 基本上生活機能就是交通 然後採買東西方便 所以 這兩個元素 這個房子都有 對 阿明說好像到了 他在確認 他說就是這一棟 沒錯就是這一棟 看起來 外觀看起來還不錯耶 然後 對面就是一個醫院 對面是一個醫院 然後 前面那裡 大概200公尺 就是一個超市 Live超市 這邊又有一個停車場 感覺還不錯耶 好 阿這個是日本鋼鐵 傳法寮 就是這邊是它的宿舍 對不對 這邊是日鋼的宿舍 日鋼的宿舍 蛤 日鋼的宿舍 沒錯 所以它這個有 電動 就是那種停車 停車 停車塔 他們社區的是停車塔 但是車位通常都沒有個人產權 沒有個人產權 就是要跟光我會去 跟光 這個外觀看起來很OK耶 很不錯 然後 這一個 社區的大門 是長這樣 然後進去 它等於說 這等於是它的信箱區 然後有鑰匙 進來它的門廳 這裡面就是屬於他們社區 有門禁管制的區域 在這一區 進來 出來了出來了 這個就是很標準 很標準 我們這個 日本的夢熊 就是長這樣 下面就是剛剛 看出去的那個位置 那邊有個公園 那邊有個公園 在那邊 阿民正在開門 可以了 開門 來來來 還有一個門檔 這不錯 這個設計 燈也開好了 阿民 這什麼房型 這個是一個 三房的房型 三房 有整理過 有裝修過 那我們進來以後 一樣是有一個 玄關 因為是三房的房型 所以它玄關比較大 有沒有 這可以放十幾個人的鞋子 都沒問題 嘿嘿 然後這邊 這個鞋櫃好像也重新 很新耶 這應該有處理過 然後 所有的壁紙 這好像都換 全部都換新的 地板感覺也換新的了耶 這間房子應該大整修喔 我們好好來看一下 進來了以後 它一樣是分 左邊、右邊 兩個 那我們先看 左邊這一間 進來的左邊 應該是個客房 不算非常大 但是以客房來講還OK 大概是這樣 那邊也有一個 這個 衣櫃 小衣櫃 但是因為 日本的房子 比較多會設計 這樣可以走進去的衣櫃 所以上面可以掛衣服 下面可以放一些 比較大的東西 甚至是行李箱 都可以放 那這一間的對外窗 就是對走道 剛剛大門走進來的那個區域 走道 所以也是有對外窗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門進來的右邊這一間 這一間就是 跟剛剛那間格局是幾乎是一樣的 但是稍微大一點點 稍微大一點點 一樣是一個客房 然後 我們就是有對外窗 它對外窗就對走道 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然後 這裡有一個 櫃子 跟隔壁那個櫃子是一樣的 好 兩間房 門好像也都換過了 這根本就是新的啊 這個是這樣子 但勾住門就不會動了 還有這種五金鍵 好像比較少鍵 然後 這個開關也全部都換了 換這種按壓式的 這應該是廁所 沒錯 這是一個廁所 也全部換新的了 連這個瓷磚好像也都換新的 一點味道都沒有 換INDEX的 整體式的馬桶 大概是這樣 這個全部都換新的 不錯喔 好 那下一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浴室 浴室在這裡 那它走進來了以後呢 有這個洗衣機的區域也全部換新的了 這邊有電箱 它的電箱 是這樣子 然後 這是 它的 這算熱水 暖風機 排風設備也都換新的 洗手台 Panasonic 全換新的 那這邊 是浴室的部分 也全換新的 這間 敲掉重鍊 全部打掉重鍊 全換了 翻起來是這樣 打開是這樣子 好 公共區域我們看完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 這個 LDK的部分 LDK一樣是進來以後有一個 連這個都換新的了啦 這門也換新的 可是 日本的這種門好像它這個 這個材質 像這個看起來像塑膠的 可是好像材質不是塑膠的 那它看起來像木頭 那材質好像不是木頭 好像是有一點像 很 就是比較輕啊 那轉過來就看到它這個 廚具全部是新的 這套廚具在台灣一定很貴 這種廚具在台灣都超貴 然後Panasonic的 這一組是Panasonic 所以這個房子全部是用Panasonic的設備 對 這樣子 喔 在這種地方 煮菜才爽啊 有沒有感覺 這邊剛好它看過去它是面河 所以它去陽台的話 其實看得到一點河岸的 你看河岸景觀就對了 對 遠方的山 遠方的山 真的看得到河耶 在那邊有沒有看到 河岸景觀阿明的最愛 然後這邊是它的Dining Room 就是D的部分 餐廳的部分 在這裡 這個區域其實空間蠻大 那這個上面它燈都沒有拆走 又是一個佛心的屋主 下一個是它的客廳 客廳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預留的管道 這個Cable是在這邊 電視一樣是放這樣斜的這樣看 這樣子 然後這邊一樣有陽台 可以進出 所以大概它的LDK的大小 從這個角度這樣看 不是那種超級大 但是好像也蠻夠用的 好 那我們看最後一間它的這個臥室 算是合適的部分 多功能式 開放式的空間 這間就是暗房了 所以它兩邊都做門 所以如果你晚上要睡的時候 再把這個關起來 其實晚上要睡也不用需要亮 還要亮幹嘛對不對 好 白天打開 它一樣這邊是開闊的 是這樣 我發現它廚房還有覆洗碗機 有覆洗碗機啊 對對對 然後這邊 多拉 欸 原來現在還有在做多拉愛夢 這感覺是新的耶 喔 這是什麼功能啊 謝謝 喔 這個可以拔起來 是不是 欸 每一把都有一個 嗯 這不知道什麼功能 喔 好像是 紫的 這個是要跟你講 它的材質是 再生的是嗎 喔 好 這個房子 在我們剛從那個站 叫做傳法站走過來 大概五分鐘左右 因為大概五百公尺左右 五分鐘左右的一個路程 然後旁邊有超市 然後車站 對面有醫院 那邊有河岸 所以公園也有 該有的基本上都有啦 阿明還在研究 這個到底是什麼 就是透氣的 就是在這邊有一個可能 透氣除濕的功能 喔 他寫說如果這個變色的話 請你去太陽底下 曬一曬 代表裡面可能潮濕 然後已經受潮了 趕快去曬一曬 曬一曬 然後等到變回原色之後 就可以再查 就可以再問 這是什麼新的設計 新的功能 好 沒關係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這一個房子 這房子是在我剛講的 在傳法站走過來五分鐘 對 然後旁邊一兩百公尺左右 就有一個Live超市 對沒錯 然後那個Live超市的 對鞋對面 又有一個醫院 然後我剛看後面 又有一個公園 然後鞋對面走過去 大概牧室幾百公尺 就可以到河岸 所以你看河岸也OK 所以這個區域 如果以自住 或者是租人 你覺得比較不建議 租人的話 如果家庭的是還OK 還OK 就租給家庭的還OK 但是家庭會不會很難找 家庭是不 其實也還好 不一定 交通方面就不一定 但如果你要周轉率 快的當然是市區更好 只是說價格可能會比較高 那這個 他已經把全 這個感覺不是隨隨便便貼貼壁紙而已 這全市全部翻掉 連那個地板全部都換新的 連窗簾全部都換新的 連這個都換掉 這個 哆啦A夢的這一塊 我還以為現在沒有人在做這個 結果人家這個 連這個都翻了 那真的全市翻修 這樣子的坪數是幾坪 現在這間的話全壯是61 雖然有部分的話是61平方米 室內61平方米 大概快20 快20 那如果陽台的部分 再加上陽台的話 就快70 快70 所以這樣加起來大概21 2坪左右的一個房子 212坪如果你要在台灣買到這樣的使用空間 至少買到31坪左右 所以就是日本的這個房子 如果在台灣這種地方旁邊有公園有超市 然後有車站 這樣子要多少錢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看這個房子 70平的使用空間 40平方米的使用空間 在我們傳法站 屋主 屋齡多少 屋齡27年 27年 對然後是鋼股的結構 那這一個是在五樓 五樓 修散金大概多少錢 修散金的話其實也不貴 管理費的話一個月是一萬二 那修散金的話是六千七左右 兩個加起來你就算大概一千九吧 一萬八一萬九左右 大概三千多塊 你在台灣如果買到一個三房的房子 管理費一個月大概也是三千多塊 差不多 而且它是包含修散激勵金 修散金就是東西壞掉 什麼大樓外牆 風梨或幹嘛 全部都是由社區來處理 所以就沒關係了 這樣子 其實就使用空間 因為它室內大概六十幾平米 對 六十幾平米再加一個大陽台 這樣子 屋主開價多少錢 開價的話是2150 等一下 你有沒有講錯 2150是套房的錢 是對 2150萬日幣 然後就是 套房的錢就可以買到三房的房子 對 入住可以買到 這一區是怎麼樣 那下次有這一區的房子 幫我找一下 全新裝潢 再加上車站 再加上機能 再加上對面有公園 這樣子全新裝潢的三房 只需要2150萬 對 那這裡四百多萬而已 差不多不到五百吧 四百多萬就可以買到一個三房 對差不多 太厲害 三房離車站近 那倒難波其實 等一下 阿明你是住哪裡 台北 我住台北 你住台北 台北找到這種三房的房子 我是住文山區動物園附近 應該動物園附近也沒有這個東西 太扯了吧 而且他剛鼓了SRC的 如果說你對這個房子也有興趣 歡迎跟阿明連絡 說明欄第一則留言 有我們的加入方式 直接加入群組 大阪群 Tag學弟阿明 那如果你下次也想跟我們一起來 大阪這邊看房子 來日本這邊看房子 歡迎加入群組 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